大家好,換一換環境跟大家分享聖經 我想大家會看起來舒服一點 我亦都宣佈了,我會減產 我亦都排了一下我接下來的節奏是怎樣做 大家如果有心是追開的,有一點心的準備 真的減產,減三次每個星期 星期一我就像前天一樣 我就會寫一些讀經 當然有些情況,如果你真的會用來思考 在讀經中,我暫時會加一些不同的導引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星期三,好像今天,我就會繼續講雅國書 再說下去,應該已經講了大半 但我相信還有很多次 不下十次 好像以前,如果有些觀眾幾個月前看 因為我有些聖言靈屍不只是講雅國書 但有感而發,看到一些經文 又會講一些題目 可能會再講一些容易忽略的罪 但都是控制自己講一次 一個星期講一次 然後星期五就訪問 我也有些計劃 也訪問了一些人 你知道以前,我一個人訪問三集 或者兩集 我最近也訪問了一個人 會有三集 也會在星期五 或者可能會退遲 星期六 因為星期五、六 我發覺最多人看的 晚上 你看到我的圖片 現在多數都是晚上 我雪梨這篇時間 六點或六點多鐘 最遲七點 就會發布出來 因為多些人看的時間 會比較好 我星期六就會分享一些 比較主題 有人以為我 要緊貼這個時事 沒有這樣的事 不過有些兼明偉 可能都想到一些事情 分享我會說 所以星期日就休息 星期一又這樣 我試一下去運動一個月 慢慢看看 我自己的工作 是怎樣安排 我最近教會 來了一些新的同事 一些傳導人 我也很感恩 可以有些事情去Hannover 或者大家整個對公 可以一起合作 這個其實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趁這個機會 也重新去安排過我的時間 我自己個人 好像上次我分享 我就會看多些書 我現在每晚 臨睡前 我都起碼看書 還有早上 會重新運動 以及有時候安靜的時間 當然有很緊張 但是起碼 我會開始 我發覺 看書 就很開心 因為有很多進入 我也覺得 要去做這件事 我不是為了做YouTube 倒轉去看書 一向都有看書習慣 不過 做一個傳導人 有時候 有時候你太多工作 變得比較忙 的確 在反思上 會弱了一些 所以現在 有多一點的空間 多些人一起去對公 可以多些看書 多些思考 看聖經 或者跟別人去交往 言歸正傳 講回《雅國書》第三章 第一章 第十二節 講了這麼多次 其實這個舌頭言語的話題 其實是講不完的 很多角度 可以去分享 分析 自己都講過 我自己在言語上 在很多年裡 都是一個追求 怎樣可以謹慎言語 對我來說 是一個挑戰 所以學了很多年 接下來 三章十三節 不是講言語 但其實是 絕對是有關係的 跟大家繼續去講 先看看一些經文 我仍然用Logos去講 大家會看到 很多聖經的分段 首先看三章 這個是新譯本 按中文新譯本 三章一至十二節 因為是講舌頭 你發覺很多聖經的段落 我去到這個位置 講從上頭來的智慧 記住 所有標題都不是聖經 不過 就是編聖經 不同版本 它有不同的歸納 制服舌頭 跟著 從上頭來的智慧 但是 十三到第十八節 那它是不是 完全跟上面那段 是沒有關係的呢 講了另一個題目呢 當然不是 為什麼呢 你如果看十二節 它一直在講 那個 或是 一些實例 無花果樹 可以生橄欖嗎 屠杖樹 可以結無花果嗎 鹹水 又不可以出甜水 那 你們中間 第十三節 你們中間 誰是有智慧 有見識的呢 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 顯出他的善行來 那 好像有什麼關聯 那 它是不是另外一新的分段呢 我們如果看回原文 那 未必 每一位都會看 但是 你會見到 很明顯 這個 比較小一些 那 不要緊 先看著 就是我描述這裡 我描述這裡 你會很明顯 你看到 就是 在這個 講 咸水不能出甜水 然後就在這邊 produce water 跟著十三節 你看到 希臘文 拼買英文的一個平衡 那 就是who wise and learned understanding 就是那個字 understanding who wise and learned 那你其實 看見 who 這個 tis who 其實 他是在說 一個問題 哪個是這樣 但是 前文後 是沒有一個連接詞 在這裡 就是 甚至 轉變的詞 都沒有 好像是一邊連著 這個 也是 我的老師 特別 岑老師的指示 就是說 其實 他是在說 在說 智慧這個問題 其實 跟他的言語 是有關係 還有 你看見 回來了 十三節 直到 第十四節 直到 第十四節 剛才我讀了一節 讀完下一節 十四節 說 你們心裡若長 懷著苦毒 惡毒的疾道 自私就不可自誇 不可說方話 抵擋真理 他在這裡特別說 誰有智慧 如果有智慧 就要在他溫柔顯出善行 如果心裡有惡毒 不可以自誇 不可以自誇 說謊 去抵擋真理 就是說 這個 智慧 是從心裡而來 而 心裡 如果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抵擋真理的東西 那就是沒有智慧 所以他其實十三十四節 就是一個基本 好像一個引子 講到智慧的問題 而這個智慧的問題 正在解釋 一個人 裡面 就使得我們出口 就會出一些好與不好的東西 所以 由十五節開始 就講到十六節了 其實這段很簡單 先兩節 十三十四節 就是這個 foundation 就是一個引言的 講智慧這個問題 裡面出來 十五十六節 這些智慧 就不是跟上頭來 是熟地 熟情慾 熟鬼魔 哪裏有疾度自私 哪裏有動亂 以及各樣的壞事 先講不好的一方面 沒有智慧 或者這種惡毒的心腸出來的 就不是智慧 他先講不是什麼 到十七十八節 唯獨從上頭來的智慧 才是清潔後視和平 溫良柔信 滿有憐憫 和美時的果子 沒有偏思 沒有虛偽 正義的果實 是為出眾人類和平 出眾和平的人 用和平來栽種出來的 即是說 第十七十八節 最後的兩節 就是講正面 從上頭來的智慧 是怎樣的一個智慧 所以其實這段都很清楚的 我們就這樣看 有幾樣東西 當然我會再講多一點 第一樣東西 就是原來講說話 好像很難控制 先頭說 也都不應該講些不好的東西 但是這個舌頭又好像拿不住 先頭說 很難控制 但是呢 一個敬虔的人又要控制 所以 怎樣處理呢 怎樣算好呢 其實出路就是 我們意識到 我們說話就是從裏面出來 那裏面 是怎樣可以有一個好的 去產生一些好的東西出來呢 那就是智慧了 而這個智慧是從上面而來 即是從上面而來 有一個真正的智慧 人說話就能夠受控制了 那我就看Th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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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Eugene Peterson 叫做福音派的靈修大師 他將整本聖經 寫了一個意譯 很現代的言語 非常好 那我看他這段 就非常之好 大家都看看 他從這裡開始 Do you want to become wise to build a reputation for wisdom 你想不想被人認為 是一個智慧的人 以及去建立一個智慧的明星 在你裡面 He is what you do 那你要做什麼 Live well Live wisely 過得好 過得有智慧 Live humbly 過得謙卑 Is the way you live Not the way you talk 是你怎樣去做 不是你說 是嗎 That comes Mean spirit ambition isn't wisdom 這幾句很好 即是一個小器 有野心的人 就不是一個智慧 Boss think that you are wise is in wisdom 你大大聲說自己有智慧 這個不是智慧 很誇口 Twisting the truth to make yourself sound wise is in wisdom 你就將真理 或者真的東西 去Twist 扭曲它 所以想搞到自己 想搞到自己 好像很合理 好像很有智慧 其實這個不是智慧 所以他這個真的譯得很好 什麼不是有智慧 很誇口 大大聲 很小器 很有野心 或者扭曲真相 這些不是智慧 我們看看新日本 再看 他這裡說 誰是有智慧 有見識 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 我想補充 新漢語譯本 我拿著新漢語譯本 這一句說話 就是你中間 誰是有智慧 有見識 第一句是一樣的 就是在問一個問題 其實他有一個修詞的手法 他不是真的問 他只是說 究竟誰有 其實下面就在解釋 就是一些反結句 反問句 等於我問 其實我們中間 誰有智慧 有見識 究竟誰有 我現在就告訴你 他就應該 這個新漢語譯本 他就應該值著良好的品行 顯出他的行為 是出於從智慧來的溫柔 很特別 他這裡說 再聽 他有一個良好的品行 第一 這裡說 溫柔顯出善行 不是很清楚 第一很清楚 你有智慧的人 有一個良好的品行 而這個良好的品行 是顯出他的行為 就是品行 你看得到的行為 是出於從智慧而來的溫柔 原來是有一種溫柔在那裡的 而這種溫柔是從智慧而來的 那你說 咦 那為什麼從智慧而來 在智慧的溫柔呢 這裡就有個解釋 這也是 阿沈老師給我們的提示 這裏是怎麼解釋 從智慧來溫柔呢 新漢語日本 他就有一些解釋 在溫柔那裡打顆星 溫柔的顆星是怎麼打的呢 這樣說的呢 他就講了原文 因為他是一個所有格的結構 什麼叫所有格呢 Generative 就是of 什麼 那他這裡就是說 那個智慧的字 是所有格 所有格就是of wisdom 就是說前面那個 meek 那個溫柔 meek of wisdom 那你說智慧的溫柔 是不是 即是熟 這個溫柔是屬於智慧的 你看這個新葉本 但是他為什麼 新漢語日本說 從智慧來的溫柔呢 他就是在說 其實在希臘語文的所有格 看上文下理 即是基本上他的of 但其實看上文下理 我們讀中級希臘文 讀到我們嘔譜 就是這個所有格 有成二十多種的解釋 所以你要看一下 究竟他說什麼 那我相信 他這裡的解釋是好 他就說 這個是一種來源所有格 溫柔呢 亦都可以譯做 謙信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原文這裡 你看到 humidity of wisdom 即是一種謙卑 所以他那種溫柔 就不只是溫柔 因為溫良 而很柔順 即是沒有什麼火氣 那些溫柔 他有一種謙信 也很好 帶有謙卑 而這種來源所有格 是of wisdom 即是從智慧而來的一種 我們自然想到耶穌 耶穌溫柔 溫柔 但是耶穌是不是不發脾 不是 你看到這些東西 當然會生氣 我們經常說 潔淨聖殿就是 所以耶穌那種 所謂溫柔 我心裡柔和謙卑 不是我們想的那些 什麼鵬鵬 那些 肯定不是 我們連結到耶穌 很形象化 去看這段經文 即是說 怎麼說話 好像耶穌這樣說話 耶穌是怎麼說話的 他有智慧 他有謙卑 但是這個謙卑 也不是說 沒有立場 人家說A 又說A B又說B 一個長頭草 反而 他不是 Bipolar的毒舌 又說說壞事 又說說好事 扭曲事實 我自己在 前一段分享 我也有提到一件事 自己也是 一些人 對我的YouTuber 或者我這個 新進的YouTuber 有些說法 其實呢 我最近看 關於一些 思考 邏輯的問題 一些 邏輯的謬誤 思考謬誤 真的是 熟中了 搬籠門 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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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種 以偏概全 他看到你一件事 兩件事 他覺得很表面的 或者只是一個 我身份 或者我在哪裡做事 扣帽子 這些人 在這些人 身份 在這些教會 做事 一定是那些類型的人 他不是說事實 扣帽子 把那件事發得很大 所以 這些都是 當那個人 這樣想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看 聖經十四節 例如惡毒 扭曲 一些事實 或者以偏概全 或者 智商矛盾 就是搬籠門 說這件事 他就用這個標準 說那件事 用那個標準 所以 我也是那句話 如果 真的要留言 或者真的要給意見 你說些道理 才行 是不是 有些很重要的 就針對你某些字眼 在那裡 大做文章 都是一些 或者是 另類的扭曲事實 就是 將那件事 放得很大 所以 很有趣 在這段時間 看到 有些人說話 是 很沒有智慧 對他們來說 真正 真正 例如那些人 我不認識他們 他們 不斷 用這些 這麼差的方式 去評論你 有時候 都覺得 搞錯 這樣出街 OK 但是 一個有智慧的 他在說 他就是 有一種 從智慧而來 一種的溫柔 一種的謙信 就是 你真正去說話 是你要建立的 就算你要說一些批評 你也有一個ground 在這裡 去勸喻 而且那個態度 不是一種野獄 或者只是在那裡 串人 這樣 所以 這個也是我自己 在YouTube 在這裡的原則 你說話 你有一個文責 你有一個言論的責任 在這裡 周圍開槍 這樣 這些沒有智慧 等於 UG Peterson 也很好 再看一看 舉要就說 提了 Bosting that you are wise isn't wisdom 是吧 Twisting the truth to make yourself sound wise isn't wisdom 這些不是wisdom 冷靜 是吧 沒有意思的 所以 有感而發 我們都在奧運會 看到 一些人說話 一邊打球 說髒話 但是 那邊商 你又看到 有一些人 都是 同一個隊伍 同一個國家的人 但是 也都是看到 他的品行 當他輸了球 他就會去 讚賞人家 恭喜人家 甚至原來自己 一隻腳 其實是有水泊 影響了他的表現 拿第二 拿銀牌 但是他也恭喜了 金牌 同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看到 人的內心 都是一個 最重要的東西 你的心術不正 你講話 就不正 簡單來說 所以 這是一個 很好的思想 我們下次 這次 講了 十三 十四 會再講 這個問題 下次 我們再去 打國書 這個位置 下次再見 拜拜